大家好,我是Kulak,新来的播报员股风男,请多多指教,爱护,谢谢。 Jaymers老师提到,曾经有人问老师,当他要卖掉房子投资时,如何将资金投入市场? 老师建议他分批买进。 虽然老师对整个市场永远抱持极度乐观,但对很多人来说,一次性全力以赴可能太过强烈。 为了让一般人不恐惧市场,分批买进可能在感觉上是个不错的选择,但仅仅是感觉上,根据统计,分批买进的表现不如单笔买进。 这已经在很多研究中得到证明,如果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,2021年中,你按照12个月分批买进,你可能恰好买在市场的高点。 当然,单笔买进也可能恰好买在最高点,但也有机会买在最低点,例如2022年中。 从概率上来看,市场是持续上涨的。 过去的12年,2009到2023年,市场每年都有上涨,所以无论何时单笔买进都是低点。 只有在2021年到2022年之间买进可能会短期亏损,但分批买进也不比单笔好,除非打算一直抱着现金不投资,否则一般的投资者有钱就买进,已经证实是最佳投资策略。 在过去的12年中,有11年的时间,任何时候单笔投入都是好的,市场单笔投入的成功期望值达到91%,单笔买进仍然是好的选择,但一般人很难做到。 只能选择分批买进,但也不要拖得太久,不带情感的投入市场,无视市场涨跌持续买进是最佳策略。 只有在未来的一年市场持续下跌,下跌是少数情况,因为指数一般是持续上涨的,而且能预知未来将持续下跌超过一年的时间。 分批才有意义,不然无论是上涨趋势,或是横盘,单笔的期望值会比分批绩效好。 无论如何,任何买进的方式都不是决定富有的关键,只要尽快买进投资,从长期来看,单笔买进是最强大的力量。 很多择时想买在低点的投资朋友,或分批买进的朋友,会受市场影响,当市场上涨,想等待市场回荡买到低价。 市场下跌时,可能停扣,其实下跌是给你买进便宜的机会,又想看看是否会继续下跌有更低价。 最终,择时和分批的结果通常不如单笔买进,这是人性无法胜过市场。 无论你如何买进,只要你有钱就买,随时买进美国大盘指数基金。 更重要的是长期持有不卖出,这才是实现财富的关键。 买进只是投资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,真正关键的是持续不动如山。 在最恐惧的时刻,你要勇敢前进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,请按赞、订阅、留言和转发。 撰稿,James 。